词曲 李宗盛 得读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开始讲佛子心 佛子心的三十七宗 是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修行法门里面 非常殊胜的一个窍据 这个法以前也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想我们这里的一些导游们都非常熟悉 那么这个法也特别的重要 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 着重地宣讲这部法 那么上师先后也是在别的一些上师面前听过 全部加起来都是一百五十多次 所以说我们这部法的重视性 可能很多导游来讲是不一定够 我们有些导游都觉得 佛子心三十七宗以前都已经听过了 自己背诵过 那就不是那么很难的 可能用这种想法 其实词句上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它的内容相当殊胜 也很胜傲 就这样一来 我们导游们希望大家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这部法是整个藏传佛教大乘法门修行的一种妖觉 修行的一种禁要 那么懂得了这个法之后 自己内心的这种改变相当大 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自然而然增长 即使说你内容不太明白 但是这个词句传达而变 那么听到这种教言 那自然而然自己的大悲菩提心增长 这样一来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讲 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同时 就学习《入菩萨行论》的同时 大家还是要修习这部法 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今天也是要求 大家一定要背诵 就是这个三十七种背不乱的话 那可能是你有点笨 就是没有必要读佛学院了 读佛学院就是连三十七个诵子都是背不懂的话 那就不行了 就是一个月你吃多少吨 那这个三十七吨肯定不了了 所以我想几个月当中 三十七个诵子都是背不了的话 那肯定不行的 除了极个别的老年人以外呢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道友都一定要背诵 不仅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菩提学会为主的 其他的十方道友心中 一定要背诵佛字心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我们学院建立的时候 也是当时说过 你最低的话 也要背诵三十七种佛字心和三主要道论 修行八诵等等 就是这些简单的窍诀必须要背诵 这是这样讲过的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各位 应该对诸佛菩萨面前一个法供养 其实背诵的利益和功德是相当大的 因为我们背诵的时候花一定的时间 花一定的精力 很多道友都知道 上百年我们背诵的几部论典 那个时候的这种花经历 跟平时的我们看书 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这样一来 你一生当中的这种影响很深的 之后乃至生生世世 在你的阿赖耶上面种下的菩提宗子更为坚固 所以说 我们背诵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想 大家都一定要重视 所以说 我希望 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 把这个佛字心 一定要好好地闻思 好好地闻思 那么我们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过 大家也可能知道 这个佛字心是无诸菩萨做的 无诸菩萨当年做的时候 也有个殊胜的缘起 传记当中也是有 他造完了以后 那个稿子在他的残坊上交对 这个时候突然刮起狂风 让所有的稿子被风卷到十方去了 连一片都没有生下来 没有生下来以这个缘起 这个佛字心光红整个世间 那么如今 在我们藏地来讲 不管是尼玛派 盖居派 给鲁派 撒迦派等 所有的各教各派当中 都在弘扬 都在学习 不仅是藏传佛教 现在就是汉传佛教的 各大城市和各大寺院 以及在像美国 加拿大 以前我们去过的很多 像台湾 新加坡 以及法国等等 他们的信徒们 都是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 然后都在细学 修学这样的佛字心 因此当时的缘起 也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狂风 不是不好的现象 还是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原来我们当时上师讲十两论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每天辅导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房子 就是在园子里面辅导 每次辅导的时候 就是因为当时是冬天 起狂风 好多道友的手到处都在飞 然后最半天拿回来 又再看 又再看 一会儿又去一个狂风 其实当时没有想到 如果想到 还是说明弘扬十方的一种象征吧 就是开玩笑 我们的确是这个法很殊胜的 当时五祖菩萨生病 生病的时候 有一个弟子请他 说是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留下一个异祖教言 当时五祖菩萨说 我的异祖就是佛字心了 就是除了佛字心 没有别的异祖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 的确也是在一生当中 也是听过很多次 像上师那么具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是在众多的上师面前听说呢 应该说是有殊胜的这种秘义 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一方面自己经常闻思 另一方面 有些道友们再三辅导的时候 也好好地听 希望在座的道友也是 法师们也辅导这部论典 那么我们修学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里面的内容 关于自己的内心 那这样的话 真的很殊胜 我个人而言 这部论典的信心是很大的 不敢说修得很好 最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都想了一下 可能在上师面前 光上师如意宝面前的时候 可能包括听传证 肯定上一百次以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师到那里去的时候 很多寺院里面 有时候有时间 给他们详细传一遍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给他们念一遍 那这样全部加起来 虽然没有统计 要全部加起来 肯定有一百次以上了 我自己在心里面这样想 包括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我们这里的很多老道友都知道 上师在每一个讲法的过程当中 经常传佛字心 其实这个佛字心的原因 对我来讲也是比较特殊的 你现在应该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法王如意宝也是带领 一万个藏族的信徒 前往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我们对汉传佛教 也一点都不了解 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 不像现在一样的 就是一点都是不了解 那么那个时候 上师也是第一次的传法 就是佛字心 当时我们也是对汉传佛教的 尤其是汉语上 佛教上面的名词 是特别的陌生 就不了解 那么上师当时要求 让我翻译佛字心 我们在五台山菩萨顶 菩萨顶 那个时候参加的汉族的出家人和在家人都比较多的 然后当时上师要求让我翻译 但我翻译的话 确实是佛法方面的很多名词都是不太懂的 但后来我害怕破缘起 然后一直硬着脱皮 还是晚上一直试经地查各种资料 好多佛教词典也没有的 当时可能我自己想是以这种缘起吧 一直在二十年当中 我个人而言也对汉族的一些四众弟子 接上了一个殊胜的缘 包括一些法身 行持一些佛法方面 因此我觉得 对我来说 对汉底众生 就是传授的第一步法 应该说是这部佛字心 那么以这个缘起 如今也是我们共同也了解了很多佛法的知识 一方面应该感恩上师 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以欢喜心来 大家去接受这种法 那么佛字心的内容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下面简单的字面上做一个介绍 那么《佛字心》三十七宗 实际上是论典的题目 什么叫做佛字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从严格来讲 所谓的佛字就是菩萨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这个是叫菩萨 就像我们《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一地到十地的德国圣者 德国圣者叫菩萨 那么从一般的含义来讲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叫佛字 为什么呢 《入中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的 任何一个苦恼的众生 当你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的刹那 你就变成了所谓的佛字 从那个时候都变成了 世间当中的所有人天众生的 应供处 应礼处 应尽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都可以叫做佛字 那么我们在座的大乘佛字 所要行持的 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下面所讲的有三十七条 就是佛字菩萨当时 每一个偈颂的后面都用了佛字信 佛字信的意思就是我们大乘菩萨 大乘发行者所要行持的戒律 一方面大家知道 我们既然发了信 要这么做 另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行为 以如何的大乘的这种理念来摄持 就是规范自己的行为 应该了解这方面的道理 所以这是佛字信 那么这个作者是五诸菩萨 当然这个五诸菩萨 我们讲三数海 三数海的作者 也是修行奇奥诸书的 修行奇奥前世的作者 而并不是印度的 龙猛五诸当中的五诸 现在有些人搞错了 我看见有一个佛字信的讲义 他写五诸诸 五诸在外面有一个 印度的五诸菩萨的像 他说明肯定是 他不知道 这是藏传佛教里面的 我们所谓的五诸论师 所以五诸菩萨的传记 我以前也是已经翻译过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在《入菩萨行论》的法本上 也已经有了 所以希望我们也是再次地看一下 作者的这种大悲心 作者的教言的殊胜心 跟其它是不相同的 那么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这个佛字信多听多度的话 那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自然而然会增长的 这个原因就是 来自于五诸菩萨的殊胜价值 和他的殊胜法性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要了解 实际上这样的善术和一些论典 肯定是非常多的 但为什么这个佛字信 在整个佛教界当中如实的形成呢 原因应该是他的这个法性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会听得到 国内外的很多高僧大德 在传授佛法的过程当中 经常也听到 这位大德也是在印度 也是传佛字信 那一位大德 在美国也是传佛字信 可能你们很多道友 应该会听得到 所以说 我想 我们今天学习这部论典 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没有欢喜心 没有兴趣的话 那当然这个法的学习 不会成功的